苹果手机在国内营造的超磁机面板概念 其实就是纳米微晶玻璃 本来它想借此争取两到三年的领先优势 结果仅仅一年就被中国企业打破了技术垄断 华为手机和荣耀Magic 3制真版都搭载了纳米微晶玻璃材料 而且效果都还很不错 那么纳米微晶玻璃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就来讲清楚这个事情 苹果手机口中的超磁机面板 其实就是手机屏幕的玻璃盖板 他们对于玻璃盖板的追求可以追溯到iPhone1时代 而且还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危机事件 那个时候乔布斯还在世 正在为第一代触摸屏手机的梦想而努力 结果iPhone1就给敲到椰子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由于彼时的手机大部分都不是触摸屏 所以手机屏幕最上面一层盖板的材质还比较低级 只是一层透明的塑料 是用来保护屏幕的作用 一般是将塑料盖板硬化和光滑处理就拿来用了 即使用玻璃也非常粗糙 很容易被划伤或者是破碎 乔老爷子的iPhone1最开始也是套了一层塑料盖板 后来发现手机放在口袋 很容易被硬币或者钥匙刮花了 这下可急坏了乔老爷子 别人家的手机刮花了没关系 自己的iPhone可是要改变世界的触摸屏手机呀 如果因为屏幕刮花甚至刮坏了不能用了 那不成笑话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乔老爷子愣是没办法解决 心急如焚之下 就有人推荐生产特殊玻璃的康宁公司 说康宁公司曾经生产过一种特殊的干化玻璃 强度很大 乔老爷子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力排中意给康宁公司的老大威克斯打电话 希望他们可以为iPhone研发一款特殊的玻璃 康宁公司在玻璃领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它在特殊玻璃制造上还差点成功了 时间回到1952年 康宁公司的一位科学家在研究新玻璃的时候 不小心将温度调高了300度 这原本属于操作失误 按道理来说 这块玻璃应该报废了才对 偏偏奇迹发生了 它不但没坏 还变成了一块强度更高的玻璃 摔都摔不坏 然后这块玻璃就被科学家命名为飞金玻璃 这微金玻璃也是特种玻璃中的一种 康宁公司一看 微金玻璃这么牛 看来可以搞事了 就设立了一个项目 Project Muscle 这个项目就是生产类似的微金玻璃的计划 不过最终这个项目他们没搞成 倒不是产品没搞出来 而是产品做出来了 没人买 他们先是在玻璃的成分中加入了铝 然后再将其进入甲岩中 甲离子拥有更强大的化学键 它在玻璃表面会有一层张力 可以强化玻璃的性能 咱们只要理解 这样生产出来的玻璃 韧性更大就行 这块玻璃的厚度有4毫米 它的强度和耐久性都比普通的玻璃要高出10倍左右 其实就是现在的钢化玻璃 研究出钢化玻璃后 看见公司高兴坏了 就想着赶紧推向市场 还幻想着会引起市场的轰动 结果这款产品的市场化却失败了 主要是成本和技术还没过关 那时候 由于钢化玻璃在生产时的温度变化过快 很容易炸开 各项技术还不达标 于是这么危险的项目也就被搁置了 一直到2005年 摩托罗拉发布了Rise V3手机 虽然很惊艳 但是因为成本高 一岁等缺点 没能成为主流 但是特别耐看 坦宁公司一看 这盖板玻璃虽然有缺陷 但要是用我以前搞的钢化玻璃 不就可以解决一岁的问题了吗 于是就重启了该项目 并将项目命名为Gorilla Glass 也就是大猩猩玻璃 一开始在他们的规划里 只是希望借此搞出一点事 并没有太大的梦想 结果乔布斯找上坎宁 还给了他们一个窒息的梦想 一个敢想 一个敢做 两个牛人就这么双戒合璧了 2008年时 当乔布斯拿着iPhone1 介绍我有一个超级大的屏幕的时候 上面的玻璃用的就是 康宁大猩猩第一代玻璃 全称铝归玻璃 那么大猩猩玻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通常来说 普通的玻璃是钠钙玻璃 强度各方面都比较差 而康宁将生产的玻璃块 放在了高温甲烟值中 然后玻璃表面的钠离子 就会与更大的甲离子进行交换 玻璃的表面就会有一层张力支撑着 这样玻璃就变得更坚硬 更耐滑 强度相对普通玻璃提高了5倍以上 乔布斯推出了iPhone1后取得了成功 手机正式跨入触摸屏时代 此后 康宁大猩猩玻璃在十年间更新了数代 每一代都成为各个手机厂商追捧的对象 反观中国手机品牌 虽然做得足够强大 但是在一些核心领域还比较薄弱 或者处于跟随状态 在高端玻璃盖板上就是如此 2020年时 这个系列的手机采用的是超磁机面板 手感和质感得到了提升 苹果对这个材质非常看好 不仅在发布会上安排在第一顺位来介绍这个材质 介绍的篇幅也胜过其他功能 对于创新文明的苹果公司来说 单独介绍一种材质 已经是打破了它穿透的宣渴方式 它的目的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再次占领品牌战略的高点 而这个超磁机面板就是由康宁公司提供的 按照历史的轨迹来说 这个好东西 大概率不会是中国品牌商能拥有的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里 苹果都将霸占这个新材料 那么苹果能如愿吗 恐怕要让它失望了 时间仅仅过去一年 中国连续完成了高铝硅钢化玻璃 以及透明纳米微金玻璃等技术攻关 甚至成功量产 并且在华为与荣耀Magic 3 这真版手机上都实现了量产专配 8月12日 荣耀发布了全新旗舰手机 荣耀Magic 3系列手机 很多人都将目光放在了 高通骁龙888 Plus上 都在讨论荣耀手机的通信 摄影优势 结合高通性能芯片 能擦出什么火花 但是我却注意到了 另外一个不太起眼的配置 荣耀Magic 3支针版 竟然搭配了超取纳米微金玻璃 这里的纳米微金玻璃 其实就是苹果营造的 超磁芯面板概念 看到这边 大家可能被各种玻璃弄懵了 这边简单科普下 这几种玻璃的概念 普通玻璃内部的原子排列 也是不规则的 如果把玻璃弄碎了 你会看到 玻璃里面其实是一粒一粒的金粒 长得粗大且不规则 而且金粒之间结合非常不紧密 这些金粒的存在导致玻璃很厚 还很容易碎 铝龟钢化玻璃其实也是玻璃 内部原子结构没变 还是无规则的状态 不过 它通过工艺将它做薄了 然后再将表面进行处理 让它的强度比普通玻璃更高一点 维金玻璃又叫陶瓷玻璃 它就是在玻璃内部 引入金属氧化物 然后玻璃内部会生长出 一颗颗像水晶一样有规则的东西 就像陶瓷的内部结构一样更加稳定 这样不仅有陶瓷的硬度 韧性和强度等优点 也有玻璃的偷光性能 所以被称作陶瓷玻璃 纳米微金玻璃 就是微金玻璃的升级板 是指玻璃内生长出来的 经济结构大小只有纳米级别 这样玻璃盖板就可以做得更薄了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苹果一直很擅长营造概念 我们并不懂它的真正工艺 但是荣耀Magic 3 制针板上的超级纳米微金玻璃 却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就以荣耀为例 它的工艺并不算太复杂 但是难度极高 先是通过1600度的超高温熔炼 得到的内部晶体尺寸 只有几十纳米大小 这些晶体出奇的一致 而且是有规则的排列 稳定的结构也就意味着强度高出很多 相应的也更看滑 看冲击 其实你认真看的话 荣耀Magic 3制针板的背部 还搭配了纳米微金玻璃陶瓷材质的机身 也是同等级别的高性能材质 如果你现实中去体验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手机外观焕然一新 十分耐脏 质感也特别出众 这就是自己拥有高技术产品的先发优势 整个品牌的品质都会得到提升 进而提升整个手机的价值 所以荣耀手机将它称作 秩序美学设计 那么问题来了 微金晶体这么先进的技术 中国是如何攻克的 其实答案就藏在康宁发家的秘密上 研发以及合作 中国工业种类很齐全 只是有些门类技术还处于激烈阶段 微金玻璃的技术就是如此 早在2005年 国内能生产微金玻璃的厂家就已经不少了 当时的微金玻璃大部分都只用在 电磁炉 微波炉等家电上 而且技术相对落后 高端的微金玻璃长期被国外垄断 后来经过国家的标准制定 技术公关扶持 中国的一批企业就成长了起来 这些成长起来的公司都有一个特点 在技术与资金上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技术其实还是一方面 更关键的是要得到市场的支持 在以往 中国企业就算研发出了新技术和新产品 也会遇到没人用的情况 因为国外的技术更成熟 品牌性更好 大家宁愿贵一点也要用 但现在不同了 谁都知道过度依赖国外有风险 所以很多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用国产替代 就算价格更高都要用 如果技术不成熟 企业还会帮助工厂去成长 这对产业链的发展十分有利 中国的纳米微晶玻璃技术 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虽然它的技术还未达到领先 而且成本相对较高 只能搭载在荣耀Magic 3制针板上 但是只要中国手机有赛用 愿意支持中国供应链 中国的微晶玻璃技术 就可以快速地发展起来 等到技术成熟了 就可以繁补国产手机品牌 整个供应链就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这其实走的就是 康宁公司的研发家企业合作路线 而且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相信只要这么坚持地走下去 中国手机产业链也会越来越完善 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手机技术走出国门 从做大一直到做强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国产汽车品牌席协卷俄罗斯 说实话还得感谢外资车 2022年时 欧美日韩等车企先后退出俄罗斯市场 还将零部件厂家给带走了 当年,俄罗斯的汽车总销量只有60多万辆 同比暴跌58.8% 因此,很多人看穿俄罗斯的汽车工业 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中国车企看不过去了 直接大举进入俄罗斯 于是情况立马来了个急转弯 2023年2月份 俄罗斯汽车总销量5万多辆 而中国品牌实现了霸榜 在销量前5名的品牌中 有3个都是国产品牌 他们分别是奇瑞、哈佛以及吉利 在车型方面 中国表现得更加霸气 板单上除了俄罗斯本土的拉达之外 其余的竟然都是中国汽车 而这些汽车的增长幅度都非常大 大部分都有50%左右 有了中国汽车 原本俄罗斯停滞的工厂就可以运转起来 比如原本的奔驰工厂 就已经开始生产中国品牌的汽车了 事实证明 欧美日韩车企并不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车企完全可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 如果后面能持续保持这个节奏 诸多配套厂重新建立起来也不成问题 这也让看衰俄罗斯汽车工业的人成了笑话 有人就说了 这样的局面并不能说明什么 国产品牌在俄罗斯霸榜 其实就是因为西方制裁 其他品牌不得不退出 让国产汽车一家独大罢了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汽车出口究竟是什么水平呢 实际上并不是 这些年中国汽车已经开始反攻国外了 有机会我们再说一起 首先在俄罗斯汽车市场上 国产汽车品牌的销量占比已经接近40% 排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汽车品牌 不仅如此 俄罗斯本土汽车品牌的背后 其实也有中国汽车的银子 比如说去年11月份复活的莫斯科人牌汽车 他们推出的莫斯科人三车型 号称是技术水平最高的俄罗斯汽车 但很快被眼睛的网友发现 这款车型与国内江淮汽车的4号X4 不能说很像吧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还有去年8月份 白俄罗斯总统卢凯申科 试查明斯克的一家摩托车厂 当时工厂的负责人向其介绍的一款 国产摩托车明斯克 这款明斯克牌摩托车 号称是白俄罗斯自主设计方案和设计理念 只不过它需要中国产的零部件的结合 但实际上 这款摩托车从发动机到大灯等关键零部件 都来自于中国 就连轮胎挡泥板等小零部件 也是中国产的 卢卡申科最后只能无奈地表示 幸好我们和中国人关系很好 很多人都推测 俄罗斯本土汽车中 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汽车 也如同明斯克牌摩托车一样 依赖中国的零部件 然后再自行组装生产 当然也有些人会说 国产汽车在俄罗斯市场大杀四方 只是因为制裁 其实这也太小看国产汽车了 国产汽车在俄罗斯市场的胜利 西方的制裁只能算是加速剂 根本原因还是国产汽车品牌自身的崛起 得到了认可 很简单的证明 就是在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 国产汽车也正在逐渐占领市场 2022年国产汽车出口排行前十的国家 分别是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 智利 比利时 澳大利亚 英国 菲律宾 俄罗斯 马来西亚和阿联酋 除了俄罗斯以外 名单中既有比利时 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 也有人均GDP跟我们接近的墨西哥 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 还有沙特 阿联酋等中东土豪国家 以及发展较为落后的菲律宾 和马来西亚的东南亚国家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在这份榜单中 就可以看出国产汽车品牌 已经开始迈向世界了 我举几个例子 在东南亚 长城汽车把销售中心 直接开到了 泰国曼谷最繁华的地区 鲜罗中心和鲜罗天地内 而长城旗下的欧拉好猫车型 卖到了98.9万泰铢的价格 是国内同款价格的近两倍 但就算是这么高的价格 也没挡住泰国人的购买热情 2022年 欧拉好猫成功登顶 泰国最畅销的电动车型 销量占比达到了39% 碾压了大众ID系列和特斯拉 欧拉好猫只是 电动车出海的一个例子 蔚来 小鹏 比亚迪等都已经在国外攻城略债 可以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国产品牌具有领先优势 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共识了 除了新能源汽车外 传统燃油车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2023年1月份 在英国权威汽车销量榜上 上汽名诀凭借MGHS燃油车型 夺得了英国地区的月度销罐 排在它下面的是英国本土的 路虎 宾利 罗福 还有大众 奔驰 宝马等欧洲车企 要知道 以前都是外国汽车品牌 在中国攻城略债 如今地位开始发生了转变 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画面 除此之外 在拉丁美洲 墨西哥美进口四辆汽车 就有一辆是中国汽车 其中比亚迪唐一威和汉一威 更是被巴哈马政府作为礼宾车 接待到访的英国王室 而在智利也差不多 2023年2月份 智利最畅销的五款皮卡中 有三款都是中国品牌 即便是在中东地区 一众石油土豪的所在地 国产汽车也杀出了一席之地 2022年 沙特从中国进口了20.5万辆汽车 其中 长安哥是成功几身沙特汽车销量版前三 仅次于丰田和现代 而吉利和明爵排名第八和第九 进入到了榜单前十 所以全球汽车市场 国产汽车都已经打出了名气 因此中国汽车霸榜俄罗斯市场 其实并不奇怪 也不单单是因为外界车企 退出才有的地位 只能说中国汽车已经是 今非昔比了 那么问题来了 俄罗斯的这些车型 其实在国内也不算热销 为啥就能实现霸榜呢 这就要从中国汽车的发展说起 在建国之初 我们的汽车工业就是一片空白 连个轮胎都造不好 早期的我们的官方用车 还是从苏联原装进口的 Gas 69汽车 1956年时 我们才制造出第一辆国产汽车 解放CA10 而这款汽车 模仿的也是苏联的吉斯150火车 相比于西方 我们落后了非常多 西方国家早在1885年 就由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 也就是说 如果算起步期 中国汽车的起步 就比发达国家落后了70年 1913年时 美国福特发明了第一条 流水化汽车生产线 两者的差距也有43年 总的来说 中国的汽车工业从起步阶段 就比西方先进国家晚了起码半个世纪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 苏联汽车大量出口到我国 有拉达 嘎斯 福尔加 莫斯科人等等品牌 这些品牌可能南方人建的很少 但是在北方街头 却经常可以看到 然而 苏联时代的汽车工业 只能用大而不强来形容 他们生产出来的汽车有很多毛病 高情商的说法是 粗犷奔放 低情商的说法就是 质量不行 诸如 除了音响不响 哪都响 不是在修车 就是在修车的路上等段子 层出不穷 拉达 福尔加 莫斯科人 以及波兰的 波罗乃兹 这四个品牌的汽车 更是被称为 东欧四大破 这就是俄系汽车 给我们的父辈们 留下的深刻印象 然而 即便是这种品质的苏联汽车 也能够在中国热卖 可想而知 当时我们的汽车工业 有多么孱弱 改革开放之后 国外汽车盯上了 中国巨大的市场 开始进入国内 当时国内的汽车工业 处于刚起步的状态 如果不加以保护 我们迟早要步入 俄罗斯汽车工业的后城 完全变成外资汽车的组装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为中国汽车工业保留活种 我们选择了著名的 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外资汽车品牌 可以进入中国市场 但前提是 与国内汽车厂商 组建新的合资企业 并且外资持股比例 不能超过50% 此后 合资车开始占领国内市场 大量的国有汽车企业倒闭 破产 而价格高碗的合资车 却在中国攻城略战 真的是盆满钵满 以桑塔纳为例 它的外光方头方脑 说实话真说不上好看 但是它的售价能卖到18万元 而当时中国平均月工资 也不过几百元的水平 可以说是天价豪车了 然而不经历风雨 怎么能见到彩虹 在合资车大潮冲击之下 能够幸存下来的国产车企 多少都掌握了些看家本领 激烈的市场竞争 让国产汽车的技术 工艺 性价比不断进步 2000年之后 国产汽车就开始了逆袭之旅 于是我们的汽车 开始反向输出俄罗斯 2003年 河北中心汽车公司 向俄罗斯出口了500辆皮卡 这是中国汽车第一次出口到俄罗斯 国产汽车凭借着优异的性价比 很快就打开了俄罗斯市场 到了2006年 中国对俄罗斯的整车出口量 达到了3.8万辆 2007年 更是实现了100%以上的增长 仅半年就出口了3.86万辆 到了2021年 国产汽车品牌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 已经占到了7.5 与日系品牌接近 排在了第四名 从建国之初 进口俄罗斯汽车作为高级公务车 到东欧斯大破在国内市场横行 再到国产汽车返销俄罗斯市场 我们用了整整60年的时间 完成了汽车工业的建立 发展和升级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从未放弃独立自主发展壮大的决心 而在国产汽车不断进步的年代里 全面转投西方车企的俄罗斯汽车工业 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苏联时代 俄罗斯的汽车工业质量虽然不太行 但是产业规模一度十分庞大 排在世界第五位 在它前面的是日本 美国 德国 法国等传统汽车强国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汽车工业开始向西方车企开放 而且是来者不拒 资金 品牌 技术 以及供应链 照单全收 结果就是 俄罗斯的汽车工业 几乎是全方位依赖西方车企 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 高尔基汽车厂 高尔基汽车厂堪称苏联的一气 是苏联工业的骄傲 在苏联时期 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 嘎斯牌和福尔加牌汽车 曾长期作为苏联政府的公车 深受伯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喜爱 嘎斯汽车还曾作为高档汽车 大量出口到中国 东欧等地 比如嘎斯24汽车 在中国就曾长期作为 天局级以上干部的公用车 苏联解体之后 高尔基汽车厂改名为福尔加汽车公司 但是产量和销量开始连年下滑 2000年时 年产量只剩下不到6万辆 面临破产的困境 2005年 承载了俄罗斯汽车工业 无数辉煌历史的福尔加汽车 卖出了68%的股份 而收购方是雷诺日产联盟 俄罗斯的民族汽车 成为了一家外资战主导的 合资汽车厂 在这之后 福尔加汽车并没有起死回生 反而开始逐渐丧失自主地位 沦为雷诺公司的代工厂 2011年 福尔加汽车公司宣布彻底停产 福尔加牌汽车被取代 转而全面生产合资汽车 这相当于中国的一汽被外资收购后 然后彻底停产了红旗和解放汽车 未来只生产合资汽车 可想而知 俄罗斯的汽车工业衰败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全面依赖外资的恶果 不只是这些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法国雷诺 日本丰田 韩国现代等等大量的车企 撤出俄罗斯市场 这些车企的离场 不仅导致俄罗斯买不到 欧美日韩品牌的汽车 那些依赖西方技术和供应链的 俄罗斯本土汽车品牌 也遭到了重创 2022年3月 俄罗斯乃至东欧最大的 奥托瓦兹汽车公司宣布 因为供应链断裂 零部件不足 他们被迫停产了 俄罗斯最畅销的国民品牌 拉达汽车 这家汽车原本是法国雷诺集团的 反观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 中国汽车工业 不仅做大做强 甚至还反过来收购了西方车企 上世纪80年代 国内的汽车年产量 还不到30万辆 而且大部分还是解放 黄河等货车 乘用车只有上海和红旗 产量更是少得可怜 所以当时的东欧四大破 以及合资车型 几乎霸占了乘用车市场 到了90年代 我们已经拥有了国产的下力 捷达 奥托 与合资车共同占据市场 2005年前后 国产自主品牌涌现出了一批 自主低端车型 例如奇瑞的QQ 比亚迪的F3 吉利的自由舰等等 在2008年前后 欧美汽车工业面临危机 国产汽车开始出击 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2005年 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 有上百年历史的 英国汽车品牌MG 之后MG品牌又随南汽整体 并入了上汽集团 而上汽凭借着MG品牌 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 还有吉利 2010年 吉利汽车从福特集团手上 收购了著名的沃尔沃汽车 2015年 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市占率 就达到了20%以上 彻底站完了脚跟 2022年 中国汽车出口了311.1万辆 同比增长了54.4% 超过了德国 成为仅次于日本的 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而今年的1,2月 中国汽车出口为68.2万辆 同比增长了43.2% 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 如果不发生黑天鹅事件的话 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一 可以说是板山钉钉了 中国汽车品牌 霸板俄罗斯市场 只是一个前奏 我相信 席卷全球的那一天 已经不远了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神舟16号返回地球 竟然没啥热度 这件事儿 真怪不了中国网友 实在是成功率太高了 导致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不过中国神舟16上 其实还有一项黑科技 值得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突破黑帐技术 这项技术是足以改变 全球军事格局的技术 这可一点没夸张啊 黑帐就是飞船载入大气层后 因为速度过快 会出现一段 长达5分钟的真空区 这个真空区 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地点 而是指一个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飞船无法与地面通信 无法被精确定位 要知道 在人飞船返回时的速度非常快 不要说5分钟了 就是5秒钟的飞行距离 就能足够让地面彻底找不到飞船 所以地面救援团队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营救航天员 时间每多一分 刚到达地面的航天员 就会多一分危险 那在黑障区会无法通信 定位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飞船在高速下降的过程中 与大气层摩擦燃烧产生高温 特别是当飞船速度超过5倍因素时 高温会让空气与飞行材料形成等离子体 并附着在航天器表面 形成一层等离子翘套 导致航天器的电磁波被屏蔽掉 说的比较复杂 简单来理解就是速度太快了 导致飞行器的表面出现了一层罩子 能隔绝信号的那种 因为现在的电子通信和雷达 都是需要电磁波来传递信息 当电磁波被等离子翘套屏蔽后 飞行器自然也就无法与外界通信 以及被雷达定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地面的测控部门只能用观点来检测 其实就是相当于用肉眼来 对航天器的大概位置进行判断了 如果云层比较厚 或者当时的天气不太好的话 这个观测的效果还要打个折 所以黑障区是个老大难问题了 强如西方航天各国 也都没有彻底解决黑障区的通信问题 科学家们给解决了 今年2月底 中国科学报就报道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国科学院院士包伟民带领国内的一众高校 科研院所单位 攻克了这个黑障通信难题 2022年时 经过6年的技术攻关 包伟民团队成功研制出了 临近空间高速目标等离子体 电磁科学实验研究装置 这个名字太专业太复杂了 简单来理解就是 用来研究黑障通信的专门设备 之后 他们又通过这个装置 成功地在实验室攻克了黑障区的通信难题 在这次神舟16号返回地球时 我国航天的地面测控团队 就已经能够对处在黑障区的飞船 做到了全程实时精准跟踪的任务 虽然目前还未实现通信难题 但对比以前 飞船的返回全过程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遮挡 大家可能不太懂 突破黑障技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载人航天层面 地面指挥团队可以更加准确预判 飞船的降落位置 实施精准救援 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而在国防领域 它的意义则更大 今天是飞船速度超过5倍因素 会进入黑障区 而对于那些超高速的火箭导弹也是一样的 当他们进入黑障区以后 对面的反导弹系统无法锁定 但同样的 导弹也会因为无法实施制导 枕头就不高了 当然 我们无法制导锁定 别人也是一样的 可在今天 咱们却率先实现了雷达锁定 这就意味着 对面的超高速导弹的威慑力 就大大降低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能实现黑障通信的落地 也就能实现精确制导 相当于 咱能达到别人 别人却没办法达到我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在说 中国航天的进步 能带动整个中国的国防实力的提升 甚至还可以影响全球军事格局了 比亚迪为啥被称为汽车界的华为 我们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 2022年时 中国第一季度车规级IGBT市场份额中 大部分都被外企占据 因威林已超过50%的市场份额 成为中国汽车IGBT市场里最大的供应商 在它后面只有一家比亚迪 其他都是外企 比如三菱电机 赛米控 富士电机等等 更关键的是 它是唯一一家车企 也是中国唯一一家 拥有IGBT完整产业链的车企 要知道 IGBT被称为电力电子装置的CPU 它是电动车混动系统和电驱系统 等关键部件的核心设备 直接影响着车辆电机的动力输出 在整个新能源汽车上 需要用到几十上百克IGBT芯片 它们的成本仅次于电池 可以占到新能源汽车的5%到10% 因此 它和动力电池的电芯 并称为新能源汽车的双芯 重要性相当于手机里的大型芯片 但是 这么关键的零部件 却被外企长期垄断 中国车企想要购买 必须要看它们的脸色才行 而且还根本买不到 用汽车行业内的话说 它不是价格多高的问题 而是根本买不到 你知道中国车企要等多久 才能有货吗 当然是起码半年以上 像易法半导体 英飞林等IGBT厂商的货期 普遍在40到50周 部分甚至超过了52周 也就是说 即便你是现在订货 等拿到货都是明年的事了 IGBT芯片 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 为数不多的被外企占据主导位置 甚至被垄断的技术 如果没有比亚迪等企业 我们新能源汽车 想要快速取代美日德燃油车地位 也几乎不可能 那么IGBT到底是什么 比亚迪又是如何突破技术的 我们的IGBT行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卡脖子的局面吗 IGBT的全称叫 绝缘山双极型进体管 属于半导体的一种 它的名称虽然有些复杂 但是作用并不复杂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超级开关 每秒开关速度高达上万次的那种 可以非常高效 稳定地将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 比如电池输出的是直流电 而驱动电机要用的却是交流电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IGBT 把电池输出的直流电 转化成电机用的交流电 还有光伏电池板发出来的电是直流电 但是电网是以交流电为主 想要将光伏板发的电 并入到电网中 也需要用到IGBT进行转化 可以说 有用到电流转化的地方 一般都需要它 充当能源转换与输出的核心器材 因此它的应用非常广泛 而且大部分都属于高端电子装备领域 小到变频家电 光伏 大到高铁 电网 航空航天等高端电子领域 所以它被称为电力电子装置的CPU 事实至名归 当然 也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所以国外也是长期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 2004年 中国从国外引进高铁技术 希望用市场换技术 在招投标时 德国西门子公司积极参与 但是在技术转让说明上 却明确地标注出 其中无法转让的核心技术 其中就包含了 传动和控制电区系统的IGBT 参与技术引进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中车诸州董事长 丁荣军教授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看到这个很伤心 但反过来也激发了我们去努力的动力 德国人之所以著名这样的条款 自然是有原因的 IGBT是高铁牵引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件 而牵引传动系统又是高铁的心脏 要知道 德国西门子的高铁技术转让费 总共也不过6亿人民币 其中一个八列动车组的 152个IGBT芯片成本就高达200万元 单个IGBT芯片超过上万元 现在一个IGBT也不过千元左右 两者差距10倍以上 这还没算上货币贬值的因素 价格贵得让人心疼 但是你又不得不买 而且每次进货都得提前一年左右订货 从2004年引进高铁列车开始 每年中国的高铁列车 都需要进口约10万个IGBT模块 价值超过12亿元人民币 德国西门子就是吃定 我们没有IGBT技术 靠着垄断的优势 不仅要赚我们的技术转让费 更要赚后续的零部件费用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被IGBT卡出脖子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我们起步的太晚了 IGBT芯片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 当时全球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 石油资源不足导致西方国家 陷入了严重的滞涨之中 西方各国都开始思考 节能以及保证能源安全的问题 替代石油的首要选择 无疑就是来源广泛 用途众多的电力了 但是当时电力设备中使用的能源转换器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它不能承受较高的电压 工作时的电流也比较小 导致它无法用于大功率的电器上 使用场景非常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西方各国都开始在功率半导体领域加大投入 终于在1980年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科学家 贾阳巴利加发明了第一代IGBT芯片 成功地解决了MOS管存在的问题 而在看到IGBT芯片的潜力后 德国西门子 日本三菱 富士也都相继开始研制IGBT芯片 尤其是电力设备发达的德国 在这一方面的投入更大 取得的成就也更加辉煌 1988年 德国西门子研制出其第一代IGBT芯片 接着在1990年 又推出了第二代改进型的IGBT 到了1999年 西门子拆分了旗下半导体部门 成立了一家独立的新公司 也就是后来垄断IGBT行业 20多年之久的英飞林 在引进高铁的2004年 英飞林的IGBT芯片 已经发展了20多年 产品已经更新到了第六代 而国内却还没有任何一家 生产IGBT芯片的企业 中间的差距大得难以想象 所以德国西门子在转让高铁技术时 其实就已经打定算盘 在IGBT芯片上 这笔学费我们是交定了 而且随着计算机和各种信息科技的发展 IGBT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快 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中国开始逐渐认识到IGBT的重要性 从2006年起 国家开始大力扶持IGBT产业的发展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 将IGBT列为15个重点技术之一 之后又划出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IGBT产业的发展 在政策鼓励和引导下 一批中国企业开始尝试进军IGBT产业 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 这其中 成绩最为亮眼的企业有两家 一个是国企 中车诸州 专注于高铁设备的研究 还有一家就是比亚迪 2003年 王传福收购秦川汽车 正式进军汽车市场 比亚迪是做电池起家的 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后 就一直想要将电池与汽车结合起来 发展新能源汽车 在初步的尝试中 比亚迪就遇到了非常尴尬的问题 当时的电动车还属于新兴产业 全球相关的企业都很少 没有几家企业能生产配套的设备 因此比亚迪必须从头开始研究 再加上比亚迪当时的体量非常小 并不被市场看好 自然也没有人愿意配合 比亚迪搞电动车的配套 于是他们被迫自己研发三电 自己搞整车设备 甚至连汽车的模具都得自己造 逐渐走上了自研核心设备的道路 俗称垂直整合战略 其中在研究三电时 比亚迪发现 电力从电池到电机的过程中 IGBT芯片是绕不开的关键环节 当时当时市面上都是工业IGBT芯片 没有电动车配套的IGBT给比亚迪用 而且这东西特别贵 大量采购会影响整车的价格 所以他们就想着 能不能自己也搞一下 2005年时 比亚迪第六事业部就成立了IGBT部门 专门组装和自研IGBT芯片 属于国内最早进军IGBT领域的企业之一 IGBT也属于芯片的一种 因此它也需要EDA设计软件 需要流片 制造等 自己造的难度非常高 比亚迪又是刚刚从电池领域跨界到生产汽车 在半导体领域没有任何的基础 因此比亚迪初期的自研并不顺利 只能从代工并且购买其他企业生产的IGBT进行研发 而代工的对象就是INVILIN的IGBT芯片 不过在代工一段时间后 比亚迪发现 INVILIN很多技术都是保密的 仅仅通过代工并不能真正地掌握IGBT芯片设计和研发技术 最终只能沦为外国公司的血汗工厂 在2008年 比亚迪董事长王床福决定独把大的 他从有限的资金里挤出了1.7亿元 收购了宁波中委半导体公司 中委的前身是台积电的一家被淘汰的工厂 主要做芯片代工业务 因为资金不足 产线劳化等问题 已经陷入严重的亏损 就连当地政府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烂摊子 而王床福却看中他们的半导体设计能力和研发团队 于是比亚迪这才赤巨资收购了这家企业 这笔交易就像当初比亚迪收购秦川汽车一样 被大众看衰 很多人都把他们当作冤大头 因为当时中国在IGBT上确实与国外的差距太大了 几乎没有任何突围的可能 而比亚迪顶住了外界的压力 不惜顶着亏损砍掉了不少中委半导体原本的代工业务 把整个公司完全整合进比亚迪的产链中 专门从事IGBT等车用半导体的研制 2009年 比亚迪推出了自主研制的IGBT1.0芯片 一举打破了西方国家在IGBT车载芯片领域的垄断 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然而这是一次叫好不叫做的技术蜕变 因为IGBT1.0就是第一代半导体技术 早就被西方给淘汰了 比亚迪自己的汽车也没办法大量应用这个芯片 只能作为技术储备 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东西无法使用 很多等着看消化的人就更开心了 于是他们就更加看衰比亚迪半导体业务 各种比亚迪将要亏损20亿的传言满天飞 比亚迪的股价也因此打跌 这种看衰中国芯片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缩影 华为当初成立芯片业务的时候也被很多人看衰 芯片作为高端设备的核心部件 难度自然很高 但更多的是他们打心里就没觉得 中国制造业能够成功超越欧美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不管是华为还是比亚迪 他们都不是单独做芯片去与欧美竞争的 而是将它作为主营业务的一个垂直战略 盈利都是次要的 未来才是他们看中的 比亚迪的IGBT也是如此 他们并不需要半导体业务盈利 比亚迪需要的是解决IGBT这个核心设备配套的问题 就像秦川汽车一样 只要能支撑起比亚迪的电动车战略 那么它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 因此在这之后 比亚迪并没有放弃IGBT的研发 反而不断地更新迭代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陆续推出了IGBT 2.0以及IGBT 2.5芯片 比亚迪半导体业务距离成功只差一个契机 2014年 比亚迪终于等到了一飞冲天的机会 这一年国家出台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 新能源汽车正式成为中国汽车重点发展方向 IGBT芯片作为电动车的核心器件 自然也受到了各大企业的关注 西方很多IGBT巨头开始研发相关的配套 而比亚迪筹备了多年的IGBT芯片 一下子被台转正 无缝衔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垂直供应链的战略 他们研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IGBT 也被大量应用在比亚迪的汽车上 据统计 截止到2020年时 比亚迪就有超过100万辆车应用了这两代产品 想想看 如果没有当初对于IGBT的坚持 比亚迪汽车还能这么强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比亚迪核心三电 混动技术都离不开这玩意儿 但这还不是比亚迪最大的成果 随着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暴涨 比亚迪的IGBT技术也随之飞速发展 2018年 比亚迪推出了IGBT4.0芯片 不仅达到了国外同一阶段IGBT的主流性能水平 在部分性能指标上还实现了反超 其电流输出能力较当时市场上主流的IGBT高出15% 温度循环寿命更是相当于其他市场主流IGBT的10倍以上 而反过来 IGBT技术水平的提高 又帮助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升 不仅做到了输出功率更大 可靠性更好 而且成本还要比同行更低 比亚迪电车的性能越好 卖的就越多 也就有更多的钱和数据改进升级IGBT芯片 2021年 比亚迪推出了IGBT5.0产品 性能指标不仅追上 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比亚迪IGBT的中国市场份额也一跃上升到第二 仅次于因非零 至今已经连续三年保持这样的成绩 2020年到2022年 在全球爆发的缺芯潮中 各家汽车行业巨头都曾因为缺少汽车芯片被迫减产 甚至被迫提高售价 尤其是2022年 全球因为缺芯减产了约450万辆汽车 丰田本田通用等等汽车巨头 普遍减产了10%左右 而比亚迪却逆势上扬 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到了187万7034辆 同比增长了209.17% 比亚迪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其实在这中间 比亚迪战略也发生过转变 他们不再执着于垂直战略 而是选择开放汽车供应链 并且将电池、半导体等业务拆分 让他们自己独立发展 这个转变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因为垂直战略是时代的需求 比亚迪为了把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只能自己单干 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已经成熟 比亚迪汽车业务有了众多的选择 垂直战略就不再是最佳的选择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整个集团的战略考虑 比亚迪集团的业务不只是汽车 还有手机、电池、半导体、轨道交通等业务 以前大部分业务都是为了电动车服务的 这种模式在初期很成功 他的确帮比亚迪确立了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优势 但到了后期反而会成为汽车的累赘 反正产品生产出来都给自己用 那么就不用担心市场竞争了 没有竞争就没有技术更新迭代的压力 长久发展下去就容易产生惰性 拖累汽车业务 有些人说比亚迪IGBT芯片名不腐蚀的原因就在这里 没有接受过市场的考验 那么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也是在成为花朵的路上 因此将业务拆分 让供应链接受市场的考验 就成为比亚迪接下来的重点 比亚迪半导地业务也不再以IGBT芯片为主 而是将它扩大到整个汽车芯片 比如电池电芯 汽车智能芯片等等 然而这种战略并不容易 因为IGBT芯片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 很多初期习惯与一家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比亚迪想抢夺市场的难度不小 其实比亚迪半导地也不是高枕无忧 他们依然面临高端封锁的困境 现今的EDA设计软件 生产线 生产设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锁 因此他们的产品想要跟上 因非灵的世界巨头的脚步 就需要比亚迪 乃至中国整个芯片行业 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好了 我是小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